一碰說的對 就放心讓它吹乾我的淚 別後退 倔強的慈悲 一碰就會碎 而你說的都對 有些人不是你想像中的完美 但沒所謂 隨之而綻放 就不怕天再黑 我是一朵為愛 用不低頭的笑味 任自由紛飛 點綴了我整個城市的灰 勇敢走出路的余晦 磨住了眼淚 讓悲傷活著瞬間 一模二美 我像是一朵被愛吸引後盛開的蔥薇 任堅固柔情包圍了我 不被月亮的醉 穿越冷暖躲過夜墜 燃燒了卑微 讓時光驕傲灑在我的背 看不見華為 這可是麗玉的願望清單 我們又少了一個 謝謝你啊 牛肉 好 謝謝 來 試試牛肉 牛肉 好久沒見到這個物種了 真的 這好多呢 那我吃 真不錯 這雞翅膀好好吃 這個雞翅確實好吃 我不得不說 對 確實好吃 雞翅膀還有嗎 老闆 有 再幫我們弄一點點吧 謝謝 他們準備好多 真的 太好了 這屏幕也不給我們放點啥 哪有屏幕 這不就能看電影嗎 這地兒 就是 看看電影給我放個台 嚇死 別這樣 我 我 那是誰啊 我 十年前的我 十年前的我 上面有請來一次淘穀的二十一號選手 牛獵 十年前這個頭髮是很時髦的 這是你多長時間的 多少年前 18年吧 這不寫在09年嗎 你騙誰呢 19歲 那聲音沒變了 唱這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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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已經夠緊張了 還要給我上來送花 就完全 最忘了 這是誰 這是帽子 我天哪 11年嗎 這是 我的媽呀 髮型太帅了吧 這是在什麼地方呢 旁邊的朋友還跟你一起工作嗎 這是在哪兒 北京嗎 等一下你穿的是高跟鞋嗎 不是 平底鞋 運動鞋 咱倆真的有點像 跟我小時候印一下 好嗎 這是誰啊 哇 大家好 我是小艾 我現在是在北京 著名的老黑造型 今天我來到這裡 拿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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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著名造型師要幫我華麗的裂身 嫂愛確實沒有太大的恩愛 我這件衣服我自己還留著 因為就是那個時候拍東西都用自己的衣服 我也情話 鄉香 我說過了 北京青年 我這輩子只愛你一個人 以前是現在是 將來也是 謝陽 歷歷沒有變化 特別年輕 特別清純的感覺 就是膽子大 這不怎麼化妝呢 你若不離不棄 我必生死相依 我必生死相依 她是怎麼說出這些台詞 你是怎麼面對她的當時 而且還沒有笑聲 而且還沒有笑聲 我突然間心有點慌 我不想往下看 我不想看 來了 帥的 這不是拍電影嗎 你不怕了 我不是要拍電影嗎 我不是要拍電影嗎 你告訴我你這腳要剃一下 覺得一定要微眼 沒眼 啊 不要 沒有 我一直板著 我就是不一樣 你滑上 我眼泪切碰 不得了 真是 为什么一定要做上这一段呢 原来你早就唱过佳人 为什么 你的腿怎么了 跪地用力太猛 左腿膝盖骨碎 右腿韧带拉伤 医生说 你有可能终身残废 为音乐 对 值得的 谢谢 你演那段时候是什么心情 我才没这么猜过 当那个电影是励志片还是喜剧 喜剧 我这段反而是喜剧 别人那段是励志 其实你做演员也蛮性感的 走性感路线 这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演 天爱是一开始就是演员还是先从模特开始做的 我做过模特 平面模特 所以刚才那个是还没做演员之前吗 没有 没做演员呢 那个时候 就是刚才那个埃及艳后是一个平面 对对对 然后会挣五百块钱 十年前 十一年前挣五百块钱 不错了 对啊 我们当时出去助唱一晚上要两百块吧 还要跟乐队其他人 一晚上吗 对啊 你们每个人的第一桶金大概是什么时候赚到的 就从来没赚过一桶 对 从来没赚过一桶 都是一点 一丢丢 不 你可以是 比如说你第一次赚到 拿到一个新一笔工资 还不错的一笔工资 比如说第一次赚到钱 第一次赚到钱 我为什么刚刚说拍杂志我印象很深 是赚五百块钱这个数字 这五百也是当时 像我这样类型出道的小孩拍杂志的一个价格 我记得那会儿我进到这个行业里 就很希望就是哪一些编辑能够找你拍 但是备选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后来我是一个朋友引荐 那次拍完了杂志 他就给我了五百块钱在现场 当时对我来说 特别开心的是 我终于在北京可以开始赚钱了 就这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之后大概两个人 一个多月的时候 就是我在行业里认识越来越多的人 我才无意间听到那个编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不知道 就是其实我那天是没有费用的 介绍我去的那个朋友 是他给了那个编辑那五百块钱 然后让那个编辑把那五百块钱给到我 他希望我就是能够有力 鼓励一下你 给你一个 就是鼓励一个好的开头 对 不要受打击 我觉得他帮到我 他很暖 他照顾我 让我觉得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男孩女孩 女孩 现在她还在你身旁吗 闺女 闺女 她还在 她在上海 其实她也是这个行业里的 我懂小艾说的那个感觉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 你在磨那两可 你特别害怕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 你还没有下定决心的时候 有的人拉了你一把 你的人生就会有另一个转折 我当时大家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 我一下子就累奔了 我到现在都 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心里会永远记得这个朋友 就是他给了我一个 让我 能挺下去的理由 能挺下去在北京的一个理由 今天看到的考古视频 是我自己都忘记的一个视频 可是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就不自主地想到了自己 很多很多曾经的一些努力也好 或者是坚持也好 那个时候有很多街拍当模特的 当广告模特啊 就是还有杂志模特这样的一些工作 然后每天就是在等通告的一个状态 就真的一个月跟我那个经纪人 都要跑将近50个居足 我就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去试镜 然后他就拿着我的简历跟我说 你以为长得好看就能当演员啊 你知道什么叫演戏吗 我现在让你抽嘴吧 你会抽吗 你现在去抽吗 我就直接把自己删过去了 他没有给我肯定 也没有给我否定 就把我简历往那里扔 他转身过去就弄自己电脑 弄工作了 就把我和我经纪人撂在那儿 特别冷 我刚从他的那个房间一出来门一关 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但是我没有选择困在那样的一个情绪和记忆里 到后面也一样是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梦想 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刘一本来 刘一本来 是 这个 мама医生了